传新一轮清洗先动,两大战区,军中震动,人人自危图,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北京当局刚刚公布,要对前中央军委委员张扬以自杀,防风辉的处理,军中一片肃杀最新消息,透露习近平正在军中展开第二轮大清洗,其中东部战区海军及北部战区将首当其冲希望之声。 10月19日引述美媒报道,据消息人士趁习近平正在进行第二轮军队清洗,下一步首当其冲的是东海和北部战区的领导层,虽然未必是战区司令,但级别一定不低消息人士,透露军队抓人,都是由中共军纪委巡视组完成,巡视组掌握生杀大权,甚至可以缠阅原本专攻司令政委的机密信息消息说, 官方近日宣布将防风辉移送起诉,对军队震动还是很大,中共将领们都不肯定自己是否平安当局。 16日通报了已落马的中共军方原高层防风辉和张阳的审查结果,两人均已被开除党籍,军籍和取消上将军衔两人均被批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香港南华早报。 10月16日,原以一名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的话称,防风辉案件,牵涉到300多名军队人员,而正在接受调查的防风辉,贪腐案涉案金额,可能超过1亿元人民币。 与防风辉同天被开除党籍张阳,已于去年11月,在授查期间自一身亡官方曾罕见,做出通报张阳自杀后,中共军委政治工作不接连密集调整,多个张阳旧部被调离北京。 有媒体曝光,张阳落马后已有40多人因涉及张阳案,遭调查而在张阳自杀后,其主管的正攻系统,至少有两名军官传自杀身亡,包括东部战区所属通信团政委张明生海军。 92609部队政治部主任钟有胜大校,港媒明报近期报道,指中共军队,将展开下一波人事调动,再清除了郭伯雄,徐才后以及郭,徐于独后又打落张阳,防风辉两只军虎接下来军中,还要继续清除张。 防御独对于传闻习近平这轮清洗,将先针对东部和北部战区希望之声,评论说内斗等就写入中共的基因中共官员,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平安,是在正常不过的现象不过,如果现在习近平将东部及北部战区,列为首要清洗对象,还是颇值得关注因为北部战区主要防范目前局势反复的朝鲜半岛, 东部战区则主要瞄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和台湾方面,近来中美间的战略对抗从经济向军事扩散台湾海峡,被认为是高危区域之一。 外界关注到新的一轮清洗,从北戴河会议后开始有迹象,北戴河会议结束后8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在会上趁全军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对党绝对忠诚习近,平还特别强调从严治理军队腐败问题。 会议结束后先是8月22日,传出东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杨辉中将落马的消息,香港南华早报当时报道说,连同杨辉最近一起遭到收押的, 还有另外两名高级将领该报怨引退役军方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决心继续反腐斗争,清除那些不绝对忠诚的贩罪杨辉, 曾是总参情报部部长在军中杨辉与江泽民的另外几名心腹如有喜贵,贾平安等称兄道弟。 杨辉还曾通过中间人搭上时任总参谋长梁光烈的家人并向其行会有分析称,在杨辉被查后援国防部长的梁光烈也是岌岌可危。 在杨辉之后8月28日,西部战区副司令刘晓武传已被居查,刘晓武落马或予已自杀的前军委政工部主任。 张杨有官刘晓武曾长期在广州军区任职,得到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张杨的器重而一路高升。 同是8月28日香港明报报道,有传言指南部战区政委魏亮和人广州军区司令徐粉林已被降级退役。 徐粉林是曾以兰州军区魏老朝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救部,又曾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时任广州军区政委, 是张杨魏亮也身具郭伯雄,徐才后派系色彩。 2012年10月魏亮接替升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杨,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 2016年2月任南部战区政治委员时评加王丹,早前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评论, 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得党的建设会议,上大谈对党绝对忠诚, 这是他从北戴河返回中南海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头会议,通常意味着军队中有人对中央并不绝对忠诚英媒微保。 原品欧洲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倪林超,表示习近平一直强调军队忠诚, 这意味他可能在军队中遇到某些反对,他没有安全感,因此要保持特别警觉。 今年8.1前西习近平对军队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并晋升一批将官。 但出乎意料的是,今年并没有军队高层或晋升上将军衔。 由此,也引起了习对于现有上层将领还并不信任的猜测。 因为今年2月3日子一例都没有军队高层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